美国在九天之内击落 包括中国间谍气球在内四个高空物体 到底上周末连续三个被击落的高空飞行物体是什么 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 虽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三个物体和侦查目的有关 但仍无法断言这些物体的功能以及所有者 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具有可辨识的通讯功能 不具有推进系统 也没有可操控方向的功能 但都是因为危急民航飞行安全才会被击落 对于中国外交部声称 从去年到现在美国气球闯入中国领空十几次 白宫和国务院都说这不是事实 彭博新闻报道 布林肯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将有机会 在这个星期十七号到十九号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进行对话 不过国务院表示 现阶段没有任何敲定的会议可以宣布 而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间谍气球之后 美中外交体系仍然维持沟通管道畅通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